現在這一刻,剛剛下班回來,吃完雞腿就回房間洗澡 其實洗澡有個很奇怪的現象,熱水淋,很舒服 但他不斷起雞毛,起雞皮,有點發爛的感覺 內在冷,水很熱,其實都是發燒 反而睡又不太好,又不是很累,很難睡回來 然後開電暖腺,應該穿不夠衣服,藍製補底衣服 然後開電暖腺,焗汗,焗到差不多了,出汗了,真的出汗了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我的發熱系統出現問題 而且吃了藥,吃了兩粒客桶,因為我很久都沒有洗澡感冒 這些發燒,很久都忘記了那個步驟是怎麼做的 回房間,我都覺得要不要吃藥呢?想了很久 後來覺得還是不可以的,只要躺著陣子 然後就趴兩粒羊,更舒服 剛才覺得很激稠,要腐皮 我想是Round 1, 退燒 現在先看過頭 剛才基本上是發燒的 現在比較好 但這些雙風感冒 我和他們對戰過 無數次 一陣陣的 你現在停了嗎? 好像不錯 明天又來 明天又來 不知什麼時間又來 現在骨痛 肌肉方面 OK 動力依然 不是很大 還有喉嚨 有些痰起 鼻少少失 這就是自我 醫治的方法 這些雙風感冒 令我想起 我想起 多做一段影片 令我想起 香港生病時的感覺 一生病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想起以前生病時 例如今天發燒 想起以前發燒的感覺 最深刻的是 我記得在以前 有兩次 有一次在樂府 發燒 溫溫彈彈 看著四棟冷場 那時候真的是冷場 那些公屋 又沒有裝生 然後又小 然後想 哇 坦白說 有時候 新腦病死 你也覺得 我又不是很忌諱 死的問題 如果病死了 那我就一輩子 在爛牆 空間 在公屋裡 都一輩子 命不該說 容易問 這次是深刻的 那次 我一直在想 因為我每次病 都覺得 難道我真的 一輩子在公屋裡 這也是 我覺得很代表到 香港人的思維 香港人一輩子 都是為層樓而活 移生而活 儲錢買樓 好運的 當然是樓價非升 不好運的 便是負資產 等等 再不好運的 例如我們那些樓 碰不到 等等 這是我那時候 病的 比較深刻 第二 其實中間 我每次說我病 有一次都很深刻 就是 我講過了 其實就是肛咳 現在有點遲 那種感覺 那個氣管 那時候氣管 是敏感的 如何 喪咳 不能說話 講幾句 兩句 就是 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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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也很尷尬 當時 也很尷尬 不是很誇張 但是很尷尬 即是你開門的時候 是要做的 我都怕 這 當時剛剪了很多個月,三四個月都不太好,後來吃一隻美譚青,香港人可以買,英國反而找不到 其實是英國月,我現在手頭都沒有美譚青,所以有點濕濕 試試吃什麼,英國的成藥,剛剛吃了黑痛就OK,退少了 但有些症狀,肛咳,喉嚨那些問題,還有鼻塞,一點點 因為現在是一個開斷的,這些就是肛咳,你說話的時候會咳 希望這次不要攻擊我的器官,因為病毒你不知道要到處走,不知道要到哪裏 明天就看看情況,可能也未必要上班,因為可能現在太少了 但是那些症狀開始出來,病症開始出來,休息一下吧 始終都是勞累過頭,勞累過頭,休息一下吧 錢賺不完的,就有救他吧 人大了,就要慢慢懂得保養自己 譬如我這次病,跟工作有沒有關係呢 可以做過紀錄的 譬如我這次很快就好,就少病 如果你說病很久,不好呢 那可能跟工作有關,有時候有些壓力,痴住類 我也會慢慢觀察,希望這幾天就慢慢退症 我怕他會反復,突然之間明天又不斷發燒 發燒,有沒有藥在手呢 不如不要上班,有這樣的想法 那次也是,肛咳那次,咳了幾個月 看極醫生也看不好了 反而走去,然後就去萬寧屈臣屎,賣齒和咳字 有個咳字的藥就買齊,買齊回去試 所以很多咳的藥我都試過了 日本的噴,噴藥那些都試過了 當然每個人的醫治方法都不同 有些人就直接看醫生 看醫生看得好就OK,我看不好 如是者,自此之後就很少看醫生 盡量都是自己能夠吃成藥,好就算了 然後就好像沒有看過,不是少的 然後就吃到,即時都會生病一次 然後第二次比較深刻就是,在皮卡丁利 皮卡丁利就很奇怪 然後就像我現在這樣,不太能夠睡覺 不太能夠睡覺,精神很精神 即是人很精神 但你知道自己正在病,然後有些症狀 最大的症狀是皮卡丁利 就是不太能動,很奇怪 很痛,腰是否很痛 總之整個人在床上很奇怪 然後就不太能動 現在當然不是,我是可以到處走的 剛才是打著冷震的,很冷 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就在衣櫃裡炒幾件衣服 穿上焗汗,現在舒服很多 有些症狀的症狀 有些症狀都很麻煩 因為有些症狀的症狀 反而是很難咬的 即是後續症狀 可能那些白血球 那些紅血球 打細菌,打病毒 不斷起痰 起鼻水,起痰 這樣 善後工作 發燒就是等於你 在打症狀 你體內的 就是白血球 在打症狀 跟細菌在作戰 這樣 每次病,其實都會有啟悟 會覺得生命的短暫 人生的無常 不要覺得健康是別現 也要想一想 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工作 家人 伴侶 自己 家人 投交 嗜好 你要想很多 有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抽絲剝繭 人生目標 有什麼是最重要的呢 在這一刻 有時候都會問 你現在有點病 乘機問 因為那種狀態是很奇怪 那種狀態 那種狀態 當你生病的時候 就會悲觀一點 負面一點 膚囊一點 但也可以警醒自己 人生 有時候太開心 也會出事 樂極心悲 那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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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跌了 跌了 這個時間 會想想 最重要是什麼呢 其實人 應該最重要的都是健康 健康之中 健康之中 人 最重要的哪個部位呢 我做工廠的時候 我感覺到那條腰 原來那條腰 我曾經在節目說 七輪的問題 是那個能源 你自己的能源 那個傳源來的 能量傳源 在底輪 底輪 應該是在腰那裡 其實有很多 我想 印度 說七輪 你說我們中國也有這些 單田氣墜 單田位 很重要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那是一個 你的能量的開始 就是 你的能量 向上流 我覺得 向上流 七輪的理論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輪流上去 你如果一條腰都坐不直 腰用來發力 走路 坐在那裡 打坐也好 走路也好 上班也好 全部都要靠腰的 最底的位置 你有一堆 想法 有什麼用 難道是霍金 這樣嗎 坐著 輪椅 這樣 樂趣也沒有了 最重要就是那個底倫 這個普通人來說 底倫好 你很多事情做 很多事情都會很精神 很有動力 其次 如果在工作上 你得到一個病 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 反映到你的 你的潛意識 我都會有識識相關 不是很喜歡那個狀態 即是你現在回到那個狀態 應該不是第一次去說 這件事 例如我上次 駕車跌倒 駕車跌倒 都是一個身體的警號 就是 告訴你 為什麼你會駕駕駛分神 應該是潛意識的警告 就是告訴你 你這份工作 不適合你了 然後 真的越做 然後 不可以說 不順利 就是 總是覺得有些頂身慘 黑臉神 我掃把 我超級 就算是 頂著這條氣 很古怪 然後 去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 也有慣 身體 給你一個訊號 就是 這份工作未必適合你 你要 自難而退 但我都設定了目標 其實 還有 還有 二十九天 二十九天 很有趣 我上班的時候 跟周圍的人的心態有些不同 有些人當然離職 其實很像我的心態 離職的人跟我心態一樣 有些可能是上司問題 有些是腳痛 走到腳痛 就是勞損的問題 其實兩樣都有 其實兩樣都有 做創 我都遇到這兩個問題 有些人做得很開心 還有現在有OT 有些部門有OT 他們更加想賺多點錢 所以你看到 來到英國 每個人的心態都不同 那 我覺得來到這裡 就是你不需要跟別人 人家的路是怎麼走 你不需要跟別人交代 你不需要跟別人交代 這樣吧 我都希望我身體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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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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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身體的奴隸,這個儀式 身體會告訴你,他不喜歡某些東西,他會告訴你 那你要改變 改變,你之後才會得到一個健康 當他得到健康,就告訴你,他很喜歡現在的生活形態 那你就可以保持住 所以人大了,我會傾聽自己的身體 究竟出現了什麼毛病 甚至我有一個節目,夢有引力 其實都會留意自己的精神世界 給你什麼信號 你的精神健康又如何 有很多人問我,有夢好,還是沒有夢好呢? 一定是好的,有夢一定是好的 我覺得,有些人我不喜歡 至少你的精神境界都會舒緩,才會有時間去做夢 譬如我們這些人這麼忙 譬如上班之後,有做夢,但你都沒有空去記 質素質素可能會低一點 我覺得是,沒有以前的夢質素這麼高 所以沒有辦法,韻職就叫做 因為,始終他都是增金白銀給你錢 就是上班,很現實 人家沒有錢又不行 所以要拿一個平衡 在英國我是第一次,對錢和生活 要做出一個平衡的感覺 你以前在香港沒有,你做 做到最後一天 但原來英國你是可以選擇不做 過一些減薄的生活 其實還有很多玩法 在英國那邊 我第一次踏入英國的工作圈 遲些可能會做個總結 當工作完了之後 現在的狀態呢 可能還有一些鼻水,很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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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